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丛林学谷征课堂。 在上一节课的内容里,我们学习了抹技法的弹奏。 那么在这节课,我们将学习勾的演奏技巧。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弹奏抹时候的手型以及技术要领。 在弹奏抹的时候,我们要保持手是一个半我犬的状态。 手背要是平的冲上,手背、手腕、胳膊三点,要成一条直线。 小臂、大臂与肩膀自然的放松。 那么在触弦的时候,我们要做到三步。 第一步的时候,手乘半我犬的状态打开。 然后用爆发力弹奏。 最后一步,弹奏完了以后,我们手要收回到半握拳的状态。 同时一离开琴弦以后,手要放松。 这是抹的弹奏技巧。 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勾的弹奏技巧,与抹的弹奏技巧非常的相似。 唯一不同的是,我们使用的手指与抹是产生了不一样。 那么抹的弹奏呢,用的是食指来弹奏。 那么在弹奏勾的时候,我们要使用中指的弹奏。 那在弹奏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技术要领,触弦,以及弹奏手胳膊的状态,与抹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要特别注意,在弹奏勾技巧的时候,更容易出现手打开是直的情况。 所以在弹奏勾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尽可能的避免。 那么在弹奏的时候,我们手打开的时候,要让它保持的是一个弧形的状态。 那么触弦的时候,使用爆发力。 触弦结束以后,手要收回到手心里面。 那同样在弹奏勾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家在日常练琴的时候经常发生的一种现象。 就是在弹的时候,因为可能我们的视觉看不到这根琴弦了。 它就会把手歪一下,然后呢,想去通过这样的去看琴弦。 那么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 在弹奏的时候,我们要始终保持着手背冲上这样的一个原则。 那么如果说我看不到琴弦,怎么办呢? 第一,我们可以把头稍微侧一下。 通过侧头来达到看琴弦的这样一个目的。 但是这个也仅限于我们在刚刚学习这个技法时候,我们可以使用。 当逐渐掌握了这个技法的弹奏以后,我们就不能再这样歪着头去看了。 另外一点呢,也是自己的一点小的体会,可以与大家分享。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不要去看弹奏的那一个点,而去看弹奏那一根琴弦的延长线。 从我个人的经验上来说,只要眼睛盯住这个的延长线,你的手也是不容易会出错的。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下勾计法的一个小的练习曲。 我们首先也是看一下这个谱子。 那么在勾的练习,是一个四四拍的谱子。 其中的节奏型,与我们上一节课抹的节奏型是一样的。 我们经过了唱谱以后,会对勾的练习里面的节奏和旋律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在演奏这首练习的时候,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小节。 第一小节是一个SO,一个LA,两个音。 那么与弹奏模的技法不同。 因为勾这个直透从我们生理上来说,相对比较长。 所以它打开以后,它的范围也会比较大。 那么在进行相邻弦弦弦的时候,特别容易勾错弦。 所以在我们演奏三邻琴弦的时候, 在弹完了SO以后, 手依旧还是要往上踢,来把这个延长音带过去。 那么同样上下回来的时候, 手打开的幅度不可过大。 如果手在勾的时候,打开的幅度过大, 那么特别会容易出现我们弹错琴弦的情况。 所以我们连起来弹。 那么我们在弹奏的时候, 尽可能的保持手的弹奏动作要小。 这样就会避免弹错琴弦。 那我们继续往后看, 勾的练习的第五小节。 在前面都是一个两拍的长音。 那么从第五小节开始, 变成了一拍一个音, 同时还进行了隔弦的跳跃的弹奏。 那么从这一小节开始, 我们要注意, 在弹钩的时候, 不要出现跳手的情况。 那什么叫跳手呢? 就是这样, 弹的时候, 手直接往上跳着弹。 这种情况是不能允许的。 那正确的应该怎样去弹呢? 我们在弹完钩第一个刀以后, 手平着向下行往前推, 送到骚的位置上去打开手弹骚。 跟我们前面运送抹的道理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的运送比抹从我们直观的感受上来说, 距离要稍微短一点。 那我们连起来看一下。 那么在弹奏勾的时候, 我们还有一点要特别的注意, 就是我们入弦的深度。 我们在进行勾的弹奏的时候, 触弦依旧要保持手指尖触弦, 不可入弦过深。 如果入弦过深以后, 声音相对比较顿, 比较浊。 那我慢速地, 给大家把勾的练习, 弹奏一遍。 弹奏一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做完了勾的练习, 我们同样再以一首小乐曲来巩固一下勾的技法。 大家看一下谱子, 我们选择的是河北民歌小白菜的曲调而改变而成的古争曲。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新的拍号, 就是四三拍。 这个拍号代表的是以四分音符为一拍, 每小节有三拍。 那么同样在这个乐曲的演奏过程中, 我们也只能使用勾的技法来弹奏。 前面的旋律相对比较简单, 我们直接看一下乐曲的第九小节。 在第九小节的时候, 由八分音符来组成了这一小节的全部旋律。 那么在弹奏相邻琴弦的八分音符, 这样密度又小, 频率又快地勾的技法的时候,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运用第一关节小关节来进行弹奏。 切不可出现我刚才说过的跳手, 以及动作过大的情况。 不然的话, 在这样弦挨得很近, 并且速度比较快的地方, 那么会出现大量的错语。 那我们首先来慢一点的速度, 来试一下第九小节的谱子。 好, 我们会看到, 在我刚才的演奏的时候, 基本上只使用了小关节的打开。 而且打开的幅度非常的小。 那么这个同样应用于第十一小节, 十三小节, 十五小节的旋律过程中。 那么这个就是小白菜这首乐曲里面, 我们需要注意的技术点。 另外一点呢, 小白菜的这首民歌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我们在弹奏这个乐曲的时候, 同样还要注意里面音乐上的变化。 首先, 我们来看一下谱子的前四个小节。 我们首先来一起唱一下这个谱子。 通过我们刚才的演唱会发现, 每两小节是一个小小的句子。 所以在弹奏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句子里面的气息。 在弹奏的时候, 要注意在句子尾巴自然的音变弱。 那我给大家弹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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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成每一句逐渐依次下跌的这样的一种趋势。 那么在这个乐剧中呢, 形成了这种带有哭腔的一种性质。 那表现了这个旧时农村中, 失去亲娘的而受人虐待, 孤苦无依女孩悲惨痛苦的心情。 所以在演奏整个这个乐曲的时候, 首先从演奏的速度上, 我们不可过快。 第二个, 要注意每一个句子在句子的结尾处, 每一个乐句自然下跌的音乐的走向。 那好, 我给大家弹一遍小白菜。 我给大家弹一遍小白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在小白菜的练习中, 我们第一是要注意手指弹奏的干净。 第二是要注意我们力度上的强弱, 并不影响到我们弹奏手声音的虚实。 无论是弱奏还是强奏, 我们都是需要使用爆发力来进行演奏的。 这节课我们学习了勾的弹奏技巧。 那么希望大家回去以后, 针对于勾和抹两个弹奏技巧, 进行慢速的练习。 体会勾与抹两个技巧之间相同点与不同点。 那么在下次课的学习中, 我们将进行拖的学习。 那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